二 借信愿真切 假 是真信切愿 所言信者 虚信说婆时时是苦 极乐时时是乐 说婆之苦 无量无边 总而言之 不出八苦 所谓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真慧 求不得 五应赤胜 此八种苦 贵极一时 见至乞丐 各皆有之 前七种是过去世所感之果 第四致之 不须详说 说则太废笔墨 第八 五应赤胜苦 乃现在起心动念 即动作云为 乃未来得苦之音 因果千年 相续不断 从节至节 莫能泄脱 五应者 即色受响行事也 色 即所感夜报之声 受响行事 即促进所起 幻望之心 由此幻望身心等法 于六层尽 其获造业 如火赤然 不能止息 顾民赤胜也 有阴者 盖父义 阴亦与阴同 由此无法 盖父真信 不能显现 如龙云蔽日 虽稿日光辉 了无所损 而由云蔽故 不蒙其造 凡夫未断或业 被此无法葬毙 信天会日 不能显现 亦父如是 此地八苦 乃一切诸苦之本 修道之人 禅定立身 于六层境界 了无执着 不起珍爱 从此 加功用恨 净正无声 则获业净 斩断生死根本矣 然此功夫 大不容易 末世之中 得者时难 故须专修敬业 求生极乐 藏佛慈力 往生西方 既得往生 则莲花化身 无有生苦 存同南相 寿等虚空 生无灾变 老病死等 名上不闻 旷有其时 追随圣众 亲事弥陀 随了树林 皆言法阴 随己根信 由闻而证 亲上了不可得 何况有怨 思一得一 思时得时 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 不假仁力 为事化作 则翻娑婆之七苦 已成七乐 至于身 则有大神通 有大威力 不离当处 便能于一念中 普于十方诸佛世界 做诸佛事 上求下化 心则有大智慧 有大变才 于一法中 便知诸法十项 随机说法 无有错谬 虽说世地语言 皆弃十项庙里 无 无因赤胜之苦 向身心极灭之乐 故经云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故名极乐也 说婆之苦 苦不可言 极乐之乐 乐莫能欲 深信佛言 了无疑惑 方明真信 切不可以凡夫外道之见 妄生猜度 为净土种种不思义 圣妙庄严 皆属欲言 辟欲心法 非有实境 若有此种 邪之谬见 便是往生净土实意 其害甚大 不可不知 正 与臣习周书 弥陀为我发愿力行 以其成佛 我为弥陀行愿 一故 长节横轮六道 永做众生 了知弥陀 乃我心中之佛 我乃弥陀心中之众生 心计事宜 而凡圣天书者 由我一向迷背之所致也 如是信心 可为真信 从此信心上 发决定往生之愿 行决定念佛之行 恕可深入静中法界 一生取办 一抄直入 如来地 如母子相会 永乐天常矣 正 傅永家某居士书八 念佛一世 最要再了生死 既为了生死 则生死之苦 自生厌心 西方之乐 自生心心 如此则信愿二法 当念原句 再加以至诚恳切 如子义母而念 则佛力 法力 自心信愿 功德力 三法原章 犹如稿日当空 众有龙霜沉冰 不久极化 正 赴徐彦如 亦如书 阿弥陀经云 从世西方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名曰极乐 其土有佛 号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又曰 彼土何故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顾名极乐 其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者 由阿弥陀佛 福德智慧 神通道力 所装言故 无人所居之世界 则具足三苦八苦 无量诸苦 了无有乐 顾名娑婆 泛宇说婆 此云堪忍 为其中众生 堪能忍受此诸苦固 然此世界 非无有乐 以所有乐事 多皆是苦 众生弥媚 凡以为乐 如嗜酒单色 甜烈粗朴等 何尝是乐 一般渔夫 单拙不舍 乐已忘疲 成堪怜悯 己属真乐 亦难长久 如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此事何能长恒 故乐尽一过 悲心续起 则未了无有乐 非过论也 此世界苦 说不能尽 以三苦 八苦 包瓜无遗 三苦者 一 苦是苦苦 二 乐是坏苦 三 不苦不乐是行苦 苦苦者 为此无因身心 体性逼迫 顾名为苦 又加以横受 生老病死等苦 顾名苦苦 坏苦者 世间何事 能得久长 日中则则 月盈则时 天道上然 何况人事 乐尽浮现 苦尽及灵 当乐尽坏灭之时 其苦有不堪言者 故名乐为坏苦也 行苦者 虽不苦不乐 似乎适宜 而其信千流 何能常住 故名之为 行苦也 举此三苦 无苦不赦 八苦之意 书中备数 若知此戒之苦 则燕离娑婆之心 自由然而生 若知彼戒之乐 则心求极乐之恋 必勃然而起 由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以赔其机子 再加以至诚恳切 持佛名号 求生西方 则可出此娑婆 生彼极乐 为弥陀之真子 作海慧之良捧以 正 出击尽业止难续 造法师云 天地之内 宇宙之间 终有一宝 密在行山 此语 且曰 为物为证者言 实则 此宝包瓜太虚 树穷横变 更古更金 时常显露 正所谓 时时是时人 时人自不是 可不哀哉 唯我释迦 释尊一人 轻得受用 于诸众生 经节至节 让此宝 微神之力 起获造业 轮回六道 了无出奇 犹如盲人 轻登宝山 不但不得受用 反更受彼所伤 犹是释尊 随顺机宜 为之开示 必比各个旧路还家 于比六根 六臣 六室 七大宗 随于合境 地审观察 以其轻见持宝 然据般若之制造 直下运空恶境者 虽则大有其人 而非漠视顿根众生 所能息迹 于是遂开于特别法门 以其上中下根 同于献身 得其实意 另以身性窃愿 专念阿弥陀佛圣号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久而久之 集众生 夜市心 曾如来秘密葬 则由三昧 正十相宝 方知慈宝 遍满法界 复以慈宝 普世一切 以故自佛开慈法门以来 一切菩萨 主师 善知事 昔皆遵行 以其具足自他二利 较比专障自立者 其难以息赐天渊之别 须念佛三昧 保王论 述叙 无人 果能具 真信切愿 如子一目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而念 即是以 视智反念念自信 观音反文 文字信 两重功夫 荣于一心 念如来万得鸿鸣 久而久之 则及众生 夜市心 曾如来秘密葬 所谓 以果地诀 为因地心 故得 因该果海 果策因缘也 有缘欲者 信物忽诛 此事为臣佛 一路涅槃门 旷我莫法人 何敢不遵循 须 嫩言经 楷书序 以 劝趋夷生性 世间所有 若根深 即无人之深 若世界 即现所住之天地 皆由众生生灭心中 同业 世界 别业 根深 所感 皆有成坏 皆不久藏 身者有 生老病死 戒者有 成住坏空 所谓 物极必反 乐极生悲者 此也 以因 既是生灭 国亦不能不生灭也 极乐世界 乃阿弥陀佛 测证自心 本具之佛性 随心所现 不思义 秤信 庄严之世界 故其乐 无有穷尽之时期 譬如虚空 宽阔广大 包含一切 身罗万象 世界 虽 硕硕成 硕硕坏 而虚空 毕竟 无所增减 如以 世间之乐 难 极乐之乐 极乐之乐 如未能见 虚空 如虽未能全见 当天地之间 之虚空 如曾见过改变佛 须知 一切众生 皆具佛性 故佛 只是家佛 令人念佛 求生西方 以藏阿弥陀佛 之大慈悲愿力 亦得受用此 不生不灭之乐 以根生 则连花化生 无生老病死之苦 世界 则秤性 功德所现 无成柱坏空之变 虽圣人 亦有所不知 况以世间 生灭之法 宜之乎 正 父 逢不救疏 其余法门 小法 则大根 不需修 大法 则小根 不能修 为之 净土一门 三根普丕 利盾全收 上知 则观音 世智 文殊 谱贤 不能超出其外 下知 则五逆 十恶 阿比 总性 亦可欲入其中 始如来 不开此法 则漠视众生 欲及生了生托死 便绝无企望已 然此法门 如是广大 而其修法 又极简易 由此之故 非素有 净土善根者 便难地信 无疑 不但凡夫不信 二成由多疑之 不但二成不信 全位菩萨 由获疑之 为大成 身位菩萨 方能彻底了当 地信 无疑 两以此之法门 以果决为因心 全体视佛境界 唯佛与佛 乃能就近 非比诸人质 所能知故也 见正边 龙疏净土闻序 能于此法 深深信心 虽是拒父凡夫 其总信 以超二成之上 由以信愿 持佛名号 即能以凡夫心 投佛绝海 故得 潜通佛制 按何道庙也 欲说净土修法 若不略成诸法 藏自立了托之难 此法藏佛力 往生之意 则不是以法 便是一字 若有丝毫疑心 则因疑成障 莫道不修 修意不得 就近十亿也 由事言之 信之意法 可不及及讲求 以其身造其疾乎哉 正 与晨习周疏 或曰 阿弥陀佛 安居极乐 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 以世界中 念佛众生 亦父无量无边 阿弥陀佛 何能以一身 一时 普遍接引 十方无量无边 世界之 一切念佛众生乎 达 辱何得以 凡夫之见 推测佛境 孤以欲明 使辱豁灭 一月利天 万川隐现 月何容心灾 福天 只一月 而大海大江 大河小西 西现全月 极小 而一勺一滴水中 无不各现全月 且江河之月 一人看之 则有一月 当乎其人 百千万亿人 与百千万亿处看之 则无不 各有一月 当乎其人 若百千万亿人 各向东西南北而行 则月 亦于所行之处 常当其人 相去之处 了无远近 若百千万亿人 安住不动 则月 亦安住不动 常当其人也 为水清 为水清而净则现 水浊而动 则饮 月故无取舍 其不现者 由水昏浊奔腾 无由受其影现尔 众生之心如水 阿弥陀佛如月 众生信愿具足 至成感佛 则佛应之 如水清月现也 若心不清静 不至成 与贪嗔痴相应 与佛相悖 如水浊而动 月虽不宜造林 而不能昭彰引现也 月乃世间设法 尚有如此之妙 况阿弥陀佛 凡祸静静 福慧俱足 心包太虚 量周法界者乎 故华言精云 佛身充满于法界 普现一切群生前 随缘复感 离不周 而横处此菩提坐 故知变法界感 变法界应 佛时未曾起心动恋 有来去向 而能宁缘熟众生 见其来此 皆引以往西方也 怀此一者 故非一二 因事大义 宁生正信 正出击敬业指南续 事理性向 空有因果 混而不分 但可学 愚夫愚妇 专蒙念佛 须至功至尽 唯成唯肯 久而久之 夜宵至朗 障尽服从 此种疑心 彻底脱落 择佛之有无 己之有无 入佛之门禁 彼岸之阙具 何待问人 若不专心致志念佛 而于别人口里 讨分晓 一语看金刚经 而不知实相 看净土闻 西归直指 而不生信心 以业障于心 不能领会 如莽赌日 日故在天 赌故在眼 其不见光相 与未赌时无异也 躺赴其名 则亦赌 即见光相已 念佛一法 乃父民之罪切药法 欲见实相之相 当结成于此法 必有大快 所怀之时矣 真我欲亲见 非大策大悟不可 欲正 非断或正真不可 欲原正 非三或禁见 二死永无不可 若论所在 则阁下之长节轮回 即现今之为理至节 皆成真我之力而为之 以背绝合成 顾不得真实受用 譬如 眼若之头 衣礼之珠 初未尝尸 妄生不畏 妄受穷困耳 正 父故显为疏 众生习气 各有所偏 愚者偏于雍烈 智者偏于高尚 若愚者安愚 不杂用心 专修敬业 疾生 定或往生 所谓其余 不可疾也 若智者 不以其智自恃 犹然从事于 藏佛慈礼 求生净土一门 誓之为大智 倘士己见解 藐视净土 将见从节之节 沉沦恶道 欲在追随 此日之渔夫 而了不可得 比身通信向 宗教者 无成爱之目之 而不敢依从 何也 以短梗 不能急身 小楚 不能包大故也 非曰 一切人 皆需 孝我所为 若与我 同卑劣 又欲学 大通家之行为 直欲妙物自新 宣翻教海 无恐大通家 不能成 反为余夫余妇 老实念佛 往生西方者 所怜悯 岂非弄巧 翻成大拙 腾空反罪 深冤忽灾 一言以蔽之 曰 自审其机 而一意 正 傅勇家某 居士书九 当今之事 众是已成 正觉之谷 佛式宪 绝不宁于 敦伦敬奋 即注重 净土法门外 别有所提倡也 使达摩大师 陷于此时 亦当以 藏佛立法门 而为殉导 实节因缘 实为根本 违背实节因缘 亦如东阁下囚 机影可食 非为无意 而又害之 续 父王德州 书一 善导 弥陀化身也 其所事专修 恐行人 心智不定 为于法门之师 所夺 力序 出二三四果 圣人 即住行向地 等觉菩萨 莫至十方诸佛 尽虚空 辩法界 现身放光 劝舍净土 为说殊胜妙法 亦不肯受 以最初发愿 专修净土 不敢为其所愿 善导和尚 找之后人 折山看见那山高 渺无定见 故作此说 已死尽辗转 其目之狂妄偷心 正 傅勇家某居士书五 习大智律师 身通抬教 严禁贫离 行愿精纯 致力广大 为于净土 不生信向 后因大病 方知前非 事后二十余年 首不试卷 专严净土 方知此法 利益超胜 遂敢于一切人前 秤性发挥 了无部位 正 复七字周书二 善得意者 无枉而非议 鸭鸣雀躁 水流风动 无部指示 当人本有天真 禅宗所谓 祖师昔来大义 旷光之文超 文衰左朴 所述者 皆佛祖成言 不过取其意 而随机便通说之 启光所杜撰忽哉 光乃传言异语 令出击 异于小辽耳 然虽未出击 急坐到急处 亦不能舍此别修 正 复七字周书 莫是凡夫 欲证圣果 不依净土 皆属狂妄 参禅 众道民心见性 见性成佛地位 尚是凡夫 不是圣人 光极庸裂 无学问 而却有不随经教 知识 语言 文字所转之手 如若肯信 且从意下手 意成就法上着力 三 父谢慧灵书 彻主行主之少著作 以个人之心愿耳 其道德之优劣 故不以著作之多少为定 古今有法身示现 但少数言句 无所著作者多多也 何得在此处生疑 须知 无人欲了生死 时不再多 只宜 真信切愿 念佛求生西方族矣 众饶 独尽大藏 亦不过未成就此事而已 三 父为佛居士书 今未比记 安事全书一部 其余 无一时七事 为四大附身 一段注 即正 并万善先知 欲海回狂 西归直指 各书之问答辩或处 详细言阅 方不致自己把自己 当作无根之人 虽战活几十年 一死便消灭无有 其不可怜之极 若知生死而神不灭 则其为寿也 何止天长地久 若肯羞耻 求生西方 则尽未来记 做一切众生之大导师 其不伟然大丈夫哉 三 父周善昌书 凡有心者 皆堪作佛 何得为盲农阴雅 不得往生 佛说八难中 有盲农阴雅 为其难以入道而已 果能专精念佛 虽龙子不能听经 即善之事开示 瞎子不能看经 就有和爱 因者无声 雅者不会说话 但能心中默念 亦可献生 亲得念佛三昧 临终直登九品 何可云 此等人不得往生 此等人不认真念佛 则不得往生 非此等人 虽念佛 亦不得往生也 至于 残废缺手缺脚者 与此盲农阴雅者同 此之说话 盖世误会 往生论迹之所致也 既云 大成善根界 但无姬贤名 旅人即根缺 二成总不生 乃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 是大成善根人 所生之世界 绝无有 可以击毁 可以验贤之名字耳 下集列出 姬贤之名 数种 即女人 六根不具足之人 即生文圆绝之二成人 故曰 女人即根缺 二成总不生 乃为西方 无有女人 与六根不玩足人 即小成人 西方虽有 小成人名字 然皆属 发大成心者 绝无不发 大心之 生文圆绝人耳 非为此世界 之修行者 无智慧人 任作此等人 不得生西方 其错大矣 三 赴忠灵法师书 习西域 戒贤论师 德高仪式 道政四足 四天足国 由树叶雇 身因恶病 其苦极苦 不能忍受 欲行自尽 事件文书普贤 观世音三菩萨将 为曰 如往昔劫中 多作国王 恼害众生 当九度恶道 犹如弘扬佛法 故以此人间小苦 消灭长劫地狱之苦 如以忍受 始不明述世之音 人将为戒贤 非得道高身 或将为 如此大修行人 尚得如此惨变 佛法 有何灵感利乎 倘造恶之人 献得福报 义父如是 起邪见心 不知皆是 前因后果 即转后报 重报 为献报 轻报 或转献报 轻报 为后报 重报等 种种复杂 不其之故也 续 赴周送谣书 佛法 大无不包 细无不举 譬如 异语普润 惠目同荣 修身其家 治国清明之道 无不具足 古今乃文章概义时 工业宣语咒者 与福 至孝人人 千古景仰 人徒知其机 而未就其本 若想考其来卖 则其精神智杰 皆由学佛 以陪执之 他则不必提起 且如颂儒 发明圣人心法 上知佛法 以为模范 况其他灾 但颂儒 气量狭小 欲后世为己志所为 因故作辟佛之语 为掩耳盗灵之计 自诵而圆而明 莫不皆然 是悉心考察 谁不取佛法 以自意 至于讲静坐 讲参就 是其用功之发现处 临终欲之时至 谈笑作事 乃其幕后之发现处 如此诸说话 诸世基 在于理学传记忠者 不一而足 其学佛 即为社会之忧乎 正 傅永家某居士书 一 大觉世尊 善智众生 身心等病 善使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 心病者和 贪嗔痴嗜 既有此病 则心不得其正 而族秦为理之念 赤然而起 此念既起 必欲遂己所欲 则杀到淫之裂心 直下献诸四十亿 所谓游获造业 游业遭苦 精诚典节 无有了其 如来敏之 谁比众生之病 谓之下药 谓比说严 贪嗔痴心 非辱本心 辱子本心 原名尽妙 如敬明尽 了无一物 有物当前 无不彻照 物来不惧 物去不留 守我天真 不随物转 离心逐境 是名渔夫 悖尘何觉 始入甚流 人若知此 心病便愈 心病际遇 身病无根 众有寒热感触 亦无危险 心既得其证 身随之而证 已既无 贪嗔痴之情念 何由而有 杀到淫之裂行乎 人各如是 则明包物语 一视同仁 又何有 争地争成 互相残杀之士乎 以故古之 聪明睿智之王臣 无不从凤 而护持者 以其能 自治于未乱 宝邦于未为 不适不知 至太平 于无形机中也 续 相光连色 三圣奠祭 须知 一句阿弥陀佛 持之极极 成佛尚有余 将为念弥陀经 念佛者 便不能 灭定业乎 佛法如钱 在人善用 如有钱 则何事不可为 如能专修一法 何求不得 其区区 持此奏 念此经 得此功德 不得其余功德乎 正 赴周治茂书 并 免具足信愿 当需发决定心 临终定欲 往生西方 且莫说 陆路庸人之身 不愿更受 即为人天王身 即出家为生 义文千物 得大总词 大弘法化 普立众生之高生生 义士之 若荼毒罪手 决定不生 一念御寿之心 如是决定 则己之信愿行 方能感佛 佛之誓愿 方能射寿 感应道交 蒙佛皆印 直登九品 涌出轮回矣 正 赴高少林书三 须知西方极乐世界 莫说凡夫不能道 即小乘圣人 亦不能道 以笔系 大乘不思义 进阶故也 小圣 回心向大 即能道 凡夫 若无信愿赶佛 众修其余一切盛行 并持名盛行 亦不能往生 是以信愿罪为要紧 偶亦云得生于否 全由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 全由持名之深浅 乃千佛出世 不义之铁岸也 能信得及 虚辱西方有份 正 赴高少林书三 念佛之法 重在信愿 信愿真切 虽未能心中亲近 亦得往生 何以故 以自心念佛为能感 故至弥陀 即能应耳 如江海中水 未能了无动向 但无狂风巨浪 则中天明月 即得寥寥 引现已 感应道交 如母子相依 比尊重自立 不葬佛力者 由于不知此意故也 正 赴黄寒之书三 念佛人 但能真切念佛 自可葬佛此力 免彼刀兵随火 即树叶所迁 即转地狱重报 作献身轻报 偶离此秧 但于平日 有真切信愿 定于此时 蒙佛接引 若福献正三昧 孤已入于圣流 自身如瘾 刀兵随火 皆不相爱 众献欲斋 时无所苦 而茫茫世界 曾有几人斋 正 傅勇家某居士书三 凡诵经持咒 礼拜懺悔 即救灾济贫 种种慈善功德 皆需回向 往生西方 切不可求来生 人天福报 亦有此心 便无往生之分 而生死未了 福欲大 则业欲大 再依来生 难免堕于地狱 恶鬼 畜生之三恶道中 若欲再富人生 再欲净土 即生鸟托之法门 难如登天矣 佛教人念佛 求生西方 是为人献生 鸟生死的 若求来生 人天福报 即是违背佛教 如将一颗 举世无价之宝珠 换取一根糖吃 其不可惜 须一寒便富 须知 真能念佛 不求世间福报 而至得世间福报 如长寿无病 家门亲态 子孙发达 诸缘如意 万事吉祥等 若求世间福报 不肯回向往生 则所得世间福报 反为下列 而心不专宜 往生便难决定已 正与晨习周书 你要晓得 来生做人 比临终往生还难 何以过 人一生中所造罪业 不知多少 别的罪有无 且误论 从小吃肉 杀生之罪 实在多得了不得 要发大慈悲心 求生西方 待见佛得道后 度托此等众生 折葬佛慈利 即可不偿此在 若求来生 则无大道心 众修行得功夫好 其功德有限 一系凡夫人我心 做出来 故莫有大功德 旷辱从无量节来 不知造了多少罪业 树叶若现 三途恶道 定归难逃 想再做人 千难万难 事故说求生西方 比求来生做人 尚容易 以藏佛力加批故 数是恶业容易消 众未能消尽 以佛力故 不致常报 三 赴自证居士书 须知 佛力不可思议 法力不可思议 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 此三不可思议 若无信愿念佛之至诚心 则无犹发现 有至诚求生西方之心 此三种不可思议 大微神力 即得显现 如成大火轮 又欲顺风 不离当念 即生西方 续 是逢幼书 临终法语 无量寿经 乃至实念 贤皆设受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者 此曰平时说 非曰临终说 以其既有 五逆之急重罪 又加以邪见深重 诽谤正法 为佛所说 超凡入圣 了生脱死 即念佛往生之法 皆是匡骗 愚夫愚妇 奉比较之根据 实无其事 由由此极大罪障 众或有一念 实念之善根 由无极惭愧 极信仰之心 故不能往生也 观今下下品 乃曰 临终阿比地狱 向现实说 虽不说诽谤正法 而其既无逆时恶 巨诸不善 必不能不谤正法 若觉无谤法之事 何得是阿罗汉 破何何生 出佛深邪乎 没有做此无谤法 彼有谤法结者 一己有礼 但既不谤法 何又行三种大利乎 誓之四十八愿 戏曰平时说 观今下下品 誓曰 以见地狱至极之苦相说 其人恐怖 不可言宣 一闻佛名 哀求救护 了无余念 唯有求佛救度之念 虽是诈闻诈念 然以全心是佛 全佛是心 心外无佛 佛外无心 故随时念 获止一念 亦得蒙佛慈力 皆引往生也 四十八愿 乃曰平时说 观今下下品 乃曰临终说 有时事不同 故设佛有意 未为冲突 则曾遭死卯子汉已 去 复善绝诗书 其在花中十二大结者 以再生罪业重而善根浅 故花开罪为此言也 然此人在花中之快乐 胜于三残天之乐 世间之乐 三残罪为第一 又何欠汉忽哉 三 复横禅诗书 良以佛事众生 犹如意子 于善顺者 故能辞欲 于恶逆者 倍生怜悯 子若回心向亲 亲必垂慈色寿 又赴众生心信 与佛无二 游迷被固 起祸造业 故必本心 不能彰显 倘能一念回光 直同云开月线 性本不失 悦蜀固有 故得历劫情尘 一念顿断 有如千年暗示 一灯即明 正南武台 西陵茅棚记 卫人 四 五 三 六 五 八